在攝影這個領域裡面呢 除了器材好不好 色調好不好看 model正不正以外呢 我覺得影響一個照片最重要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構圖 因為一個好的構圖 能幫你講一個更好的故事 然後拍出一張更好的照片 Hey guys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 我是一個自由健康攝影師 然後我的頻道呢 都是一些跟攝影拍照拍片有關的內容 那今天我們來談談構圖 OK這個系列 應該算是我頻道上一個全新的系列 一個專門單獨講構圖的一個系列 那相信大家之前都應該有看過 我做的那部那個三個構圖 你一定要學會嘛 但那個我大概只是粗略的 講了一下怎麼去用那樣的構圖 沒有很深刻的去講解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構圖 以及這個構圖的用意在哪裡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會比較深入的 跟你們講解 不是每一個 今天這部影片我給你們講解 這個構圖背後的含義 以及如何去運用它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你們講講 什麼叫做構圖 我個人認為構圖可以說是一張好作品 好的攝影作品裡面最最最最重要的元素 因為就像我剛剛前面講到的 你無論你的器材再好 調色再漂亮 你的model再美再正 你沒有一個好的構圖 那我覺得它就稱不上是一張好的攝影作品 那我自己說的構圖 不是要你用什麼多難的那種很複雜的構圖 什麼動態對稱什麼很很難的那種構圖 我這裡講的構圖 它可以是一種很簡單的 可能只是個中央構圖 對角線構圖 對稱構圖都可以 你要知道我們人類的眼睛 無時無刻都在尋找著一個pattern 一個模式 pattern的中文我特別去查了 叫做模式 免得有人就說什麼 欸 Jason 撞不懂中文 對 pattern 的中文名稱 叫做一種模式 視覺模式 visual pattern 這也就是為什麼人類這麼喜歡 就是那種對稱的感覺 因為我們人眼就是一直在尋找那種平衡感 一種和諧的感覺 所以當你如果你在拍攝空間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當你發現 可能某個拍攝者 他拍攝那種線條 空間線條的時候 這是Y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照片很不協調 讓你很不舒服 所以在攝影裡面 我其實我個人最討厭看到的照片 就是破水瓶的構圖 當然如果你是很有意義的 很知道你在做什麼的前提下 去做一個破水瓶的這種構圖的話 那他就他就不在那種難看的範圍裡面 因為比如說你在拍攝 等一下這個好像扯遠了 反正一般來講 新手在拍攝照片的時候 很容易就做出破水瓶這種拍攝的手法 所以真的非常建議各位 如果你是新手 然後你想要拍出更好的照片 你第一步就是找好你照片的水瓶線 不要讓他歪歪的破水瓶不好看 那我相信現在在看影片的你 就是鏡頭背後的你 螢幕背後的你 你一定有這種感覺 就是當你看到一副攝影作品 然後你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是很喜歡他 但是你又說不出 你為什麼會喜歡這個攝影作品 其實多數時候是因為這個照片的構圖 達成了一種 讓你的眼睛感到很舒服 感到很和諧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pattern在 無論是它的構圖 它的色調 它的調色等等的 那我們回到構圖 就像我剛剛講的 構圖它是一種visual pattern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叫做visual language 視覺語言 它可以更好的幫助我們 傳達照片的故事 以及一些照片裡面 攝影作品裡面的資訊 它可以引導觀眾到 你想讓觀眾注意的地方 那有些人就會講 欸Jason不是常說 規則就是拿來打破的嗎 為什麼一定要遵守 什麼攝影的規則 構圖的法則 的確我覺得 規則是拿來打破的 這句話有它的含義在 但我並不認為 就是你無時無刻 就是想要亂搞破這些規則 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的構圖 或者是說視覺語言 visual pattern visual language 是有它的根據在 它是有科學根據在的 像是對比色這種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算規則還是法則 那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用這種 比如說 Teal and orange Teal and orange 青橘色的這種色調呢 比如說好萊塢也很喜歡用這種色調 那這個原因就是 比如說你看日出的時候 或日落的時候天空是藍的嘛 然後太陽的日落是那種 比較呈現那種橘紅色的 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種對比色 所以我們人也已經習慣了這種 最美麗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理由呢 就是因為我們人的膚色 我們人的膚色是偏比較橘色一點的 比較偏橘色的色相 所以當環境的顏色比較偏 比較青色藍色的時候呢 就會跟我們的膚色做對比 所以在拍照拍影片的時候 為了凸顯出人的這個主體的時候 所以你的環境就會用比較青色藍色的色調 來達到一個對比色的感覺 等一下講到對比色好像有點扯遠了 我之後會再做一部影片來專門講對比色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回到構圖 構圖的存在 它的目的不是要限制你攝影的想像力 而是要幫你更好的述說一個故事 幫你更好的傳達你的資訊 好那我們說到框架構圖 也就是今天這部影片的主題 那框架構圖它的 怎麼講 它的用意以及它的作用呢 它可以使你的主體突出 產生對稱 產生平衡 然後引導觀眾的視覺 那我就直接進入Lightroom 然後把我以往使用框架構圖的一些作品 放給你們看 然後我會稍微引導你們怎麼去做 以及講解一下 我用框架構圖的一些用意為何 Alright 那我們直接進入Lightroom裡面 給你們看一下就是 框架構圖的一些用法 以及背後的含義為何 好 首先這張是我比較早期拍的一張照片 那各位 如果我用的框架構圖沒錯的話 你們應該可以直接一眼就發現 主體在哪裡 OK 那我直接用這個畫給你們看 等一下我把它放大一點 Alright 你們可以看到因為周遭都是這種 比較像樹葉一樣的東西 它在這裡 然後前面也圍了一圈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觀眾的視覺引導到中間model人像的這個位置 那一開始呢 這個場景它其實沒有你們看到的下面這坨 這坨樹葉 它是我那時候 因為本來的構圖是沒有下面那一片的嘛 我那時候是自己拿一個盆栽 然後擋在前面 因為要引導出一個那種框架的感覺 所以我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出框架的構圖 那這裡的框架構圖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它是運用了環境中的一些 比如說那種花草啊 來達到它其實也有一點對比的效用 但對比構圖我們在這裡先不要講 我們今天就單純講框架構圖 所以這個框架是屬於一個比較簡單的框架 它沒有運用到其他別的構圖 它只有運用到框架這個構圖的方法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好 那這樣照片是我在高雄的某個地方 我忘記是哪裡了 你們找那個上面的招牌應該找到這是哪裡 好 這裡的框架呢 它不是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框架構圖它需要很正 怎麼講 很方正的一個框架 比如說一個正方形 長方形 它才算是一種框架 但其實框架它是可以有圓形 或者是任何 只要把主體突出把主體框出來的一個構圖 就叫框架 好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邊邊的這條線跟這個橋 所達成的一種框架 有看到嗎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主體是後面的85大樓 就是哪怕旁邊有很多那些什麼招牌上面寫著一堆什麼北訊電腦什麼正宗排骨飯 你還是能一眼就看到中間的這個85大樓非常明顯 這個就是框架構圖的運用 還有因為這裡的是一個線條直線跟這裡的 是屬於一種比較奇特的一種幾何幾何線條嗎 所以它反而會達到一種不平衡的對稱感 你懂我意思嗎 它不是動態對稱喔 它是一種不平衡的對稱感 應該不知道這樣講你們能不能理解 還有這樣構圖其實還有一種也是對比構圖 對比構圖我其實用的蠻多 就是前面的這個人 人像 然後後面的85大樓 你就會感覺到這種人跟建築的這種對比感 我還蠻喜歡的 我們來到下一張 這張照片也是我在高雄拍的 這張照片的構圖也很明顯的一個框架 這邊 你們有看到嗎 框架構圖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框架 然後主體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這裡一樣運用了我剛剛講到的對比構圖 就是靜景是這個人 這是算是整張照片的主體 加上後面的龍虎塔 它算是中景 再到後面的一些樹啊 花樹 樹 對 它算是遠景 所以這樣照片一下就有了 不同的層次 就是你不會單純覺得這樣的照片就是 單純在拍人 然後沒有什麼深度的感覺 那這樣做就是提升了它的一種空間感 可以讓你感覺到 這樣照片是有一種深度存在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也運用了兩種的 它也不算構圖 它的構圖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框架 所以你在這裡面你也可以感覺到一種Pattern的存在 它就是很多正方形 所以你在這些正方形之中呢 又找到了一個可能從一個大框架之中 找到一個小的框架就是我的單純的就是人臉 它是這張整張 它是整張畫面中的一個主體嘛 然後這裡我也運用了對比色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青色橘色 來達到一種視覺的一種 比較衝突的感覺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 好 這裡的框架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框架不一定是到一個很正的一個正方形還什麼的 你們可以看到我讓它放大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怎麼放大來著 這樣子 放太大了 等一下等一下 比如說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菱形的框架 它直接 等一下 我沒有要移動你 它把我們的視覺引導到整張畫面的中央 就是眼睛人臉的這個部分 因為像畫面它其他地方還有什麼樹啊 比如說旁邊的路障啊 旁邊的人啊 但這裡因為 其實我應該把那個人修掉才對 但這裡的 這個鐵絲網的框架 剛好讓你的人的視覺去找到一個pattern 然後去把你的 呃 怎麼講你的意識投射在 投射在框架所框出來的人臉上面 所以而且它這裡也是運用很多這種 菱形的pattern 而且我自己個人很喜歡運用那種很多 怎麼講 相同事物的這種規律中 然後出現一個 呃 不一樣的主體 這種概念 我個人非常喜歡用這種構圖 好 我們來到這裡 就像我剛講的框架不一定要是 很 單純的正方形還是什麼 這裡的框架呢 就是一個圓形 然後凸顯出中間的人物 然後這裡其實我還運用的另一種就是 它這個光線 這裡的這個光線 你有看到嗎 它其實也是一個框架 不然它圓圖我記得是 這個光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用後置去用那個叫什麼 呃 濾鏡 放射狀濾鏡 去讓它做出一個那種斜的一個 比較亮的部分 然後剛好這裡的暗跟明又做出了對比 所以這裡是兩個框架 一個是這一個框架 亮的框架 另一個呢 就是單純的集合的這一個框架 所以這裡的雙重的怎麼講 雙重框架可以讓人視覺的傳達更強烈 加上這裡其他的地方都是偏白色的 都是比較簡單的 呃周遭都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在這裡可以一眼直接就看到 這個人像放在中間 對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視覺傳達 OK 然後我們來到這一張 呃 這一張呢 我是使用了兩種 也不算是到兩種構圖 所以你看 比如說三分線來講的話 我把人像主體放在下面這條線上面 然後 以框架來講 你可以看到 呃 這邊這個大的框架 這一個 然後加上後面的遠景 所以也是像我剛剛講那個龍虎塔那一張 就是造成了一種 呃很有 深度的那種空間感 因為拍照它畢竟是一個平面 它是一個2D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單拍某種東西的時候 沒有遠景或者是近景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覺得 這樣照片非常的單調 很平面 所以這時候你就必須去營造一種 呃 前中遠的 一種頸的壓縮感 呃一種深度 應該是這麼講 然後我們來到下一張 OK 這裡的框架呢 它又是一種很不一樣的框架 這裡的框架使用的是這種 等一下我把它畫出來 這種圓圓圓形嗎 它為了框出中間的這個主體 所以在生活中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能找到這樣的 怎麼講 呃框架 比如說窗戶啊 或者是任何 比如說這張照片 它就是使用建築的那種幾何形 來營造出的一種 呃框架感 以及下面的這個地面 其實也是營造出了 它的框架 然後另外 呃 雖然這個人物的主體不不鮮明 它只是想要我來做出一種 怎麼講 大跟小 建築的龐大跟人物的那種渺小的對比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 就是以三分線來看 我放在了它的左下角的這個部位 然後 把主體這個建築呢 放在右邊的 這個三分線的上面 你們看得出來嗎 就是如果以三分線來看的話 它是 它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物主體 不是人物主體 建築才是主體 建築主體放在這個三分線上 然後人物為了凸顯 呃這個建築的這種 幾何感 龐大感 所以我把人物放在它的對角的地方 這樣講不到你們能不能理解 Alright 所以它就能呈現出一種很 很 怎麼講 視覺的一種 透視感 應該這麼講 沒錯 然後我們來到下一張 這張照片呢 它其實運用了兩種的構圖的方法 那應該是三種嗎 還是兩種 三種 兩種好了 兩種 第一個呢 就是延伸線 延伸線我之後也會再單獨做一部影片來跟你們詳細講解延伸線 這條就是延伸線 它讓你的視覺呢 根據這條線就會被它引導到你該看的地方 然後這裡的框架 你們可能會覺得 欸 Jason 哪裡有 哪裡有框架 OK 其實你可以適當的透過model的肢體去營造出一種框架 比如說這裡 他的手把他的整個眼睛的部分給框了出來 所以它就能更好的把你引導到 比如說這張照片我想傳達的是 就是model的眼睛的那種 瞳孔的那種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一種人類的瞳孔的美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單純很想要拍他的 眼睛的那種弧度跟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讓他用手擋住他的其他面部的部位 來營造出這種 單純只有強調在眼睛的構圖感 OK 我們來到下面 然後這張構圖也是一種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窗戶 這邊這是我在利寶的某一個星巴克 不對 就是一個星巴克拍的 然後這裡又分成了好幾個 好幾個怎麼講 Portion 好幾個Portion 好幾個這個 然後我再把它放在 把這個人像放在中間的這個位置 剛好是在大概這條線的中間 所以你們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這種框架構圖所營造出的這種突出感 主體的突出感 然後再加上這張照片 它的窗外是亮的嘛 然後裡面是屬於比較暗色系的 所以這又營造出了一種對比的感覺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很多的對比的這種構圖感 我們來到下一張 那這一張呢它也是屬於一樣的比較透過那種窗戶來營造出的這種空間感 然後你們在拍攝這種照片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們的線 一定要是直的 比如說這張照片我好像就拉了蠻多次的 就是你們可以透過Lightroom這個工具把它拉直一點 這樣你的就是以視覺看起來才不會那種歪歪斜斜的 造成一種不平衡的感覺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框架大框架之中再出現出一個小框架 這邊又是一個小框架 所以你就可以感覺到這種 空間感 你懂我意思嗎 我這種東西用語言講出來好奇怪 反正就是 這個就叫做Visual Language Visual Paner 所以是你在視覺的時候看到會感覺到很和諧的一種東西 我們來到下一個 那這個它也是一個框架構圖 透過窗戶 就像我剛剛講的 窗戶這個東西真的是很好用 你可以透過窗戶來做出很多亮暗的對比 以及空間以及框架的這種構圖感 比如說這樣照片也是運用的亮暗 比如說窗戶這邊非常亮 然後讓主體這個手的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突出 然後人物其他的面部這裡是很暗的 然後身體啊窗戶的旁邊這邊都是非常暗的 只有手部這邊是比較亮的 這也是一種亮暗對比我剛剛講到的 加框架的構圖 Alright 我們來到下一張 這張呢 它的框架在哪裡 就是透過這個 它拿的這個手工花還是乾燥花 然後陽光照下來的這種陰影所達成的這種 這個要比較小一點的 來跟你們講 這裡有看到嗎 這種亮暗之間的 怎麼講 透過陰影所造成的框架 它也是一種可以在平常生活中來運用 所以這裡也是讓它凸顯的 我要讓眼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它這種也是一個透過陰影所達成的 一種亮暗對比加框架 有看到嗎 這裡營造出很多這種幾何線條 然後再把眼睛的部分給強調出來 來造成我想要 來達成我想要傳達的一種感覺 就是眼睛 對 Alright 希望各位都有從今天的影片 學到一些關於框架構圖的一些運用方法 那很多時候 如果你當下的場景 你想要使用框架構圖 但卻沒有可能 沒有自然框架的話 你可以像我比如說像第一張照片這種 自己拿一個別的東西 比如說盆栽、樹葉、樹枝 任何東西都好 去營造出一種框架的感覺 可以讓你的整張照片更有深度 以及更好的一種visual pattern 視覺的一種傳達的感覺 Alright 那以上就是這次 算是構圖課的第一節 框架構圖 然後之後我還會再做更多 比如說延伸線啊 對比啊 更多的別的不同種的構圖 那我們下次見